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吴中成 今天跟老吴叔叔讲我跟各位聊一个话题 这个话题很有意思 是生物上的问题 我们大家都知道 鸵鸟 那个标题 那是我画的 众所周知 鸵鸟是世界上最大的鸟类 常常孤身在茫茫无际的沙漠中四处逆时 而鸵鸟不能像其他鸟类一样 在蓝天自由飞翔 因为他翅膀很小退化了 所以鸵鸟他虽然是禽类 也是生蛋的卵身的 但是他没办法飞 但是他腿非常巨大 如果你看过鸵鸟的话 你的鸵鸟经过你身边你都会很害怕 他一脚起脚就把你踢死了 他那个大腿的肌肉 非常的强壮 而且个子很高 他的肩高度都有一米 一米六一米七 那么高大 他的头又非常的高 脖子很稀长 所以一只鸵鸟可能可以喂 可以喂饱一个脸的人 那只能凭借一双 长而有力的腿 像苦行生般孤独的跋涩 遇到有敌骇在后面 颈椎不放时鸵鸟总是一阵猛跑 将敌人甩出一段距离 然后将脖子紧紧的贴在地面 一头扎进沙子里面 这样他以为自己什么都看不见 敌人也不会发现他 从遥远的古罗马时代起 人们就相信了鸵鸟这种愚蠢的行为 后来传到希腊 最后又从阿拉伯传到中国 直到今日我们在对周边 对周遭还常常听到有人 形容那些不敢正视现实的人 举动为鸵鸟政策 也就是说鸵鸟心态 把头埋在沙漫 又一切都看不见了 但是其实鸵鸟并不愚笨 据非洲鸟类学家 长期在野外观察 沙漠气候炎热干燥 尤其水源严重不足 长时间的奔跑在沙地上 消耗体能对脊不利 而且体温急剧升高 对心脏可能复合有问题 鸵鸟便在敌人还没追上之前 把身体卷曲成一团 将头钻进沙里面 它暗褐色凌乱的羽毛 酷是沙漠中常见的丘治 或者是灌木虫 敌人从身边经过也不会轻易发现 敌兽 就是其他的野兽追他的野兽 一旦发现他 他马上就会跳起来 迅速逃跑 把这种聪明的方法应用到人 人们的身上 不正是所谓的大自热鱼吗 也许正因为这样子 我们身边才经常发生一些看似愚蠢的人 但却又不视为最聪明的一种保护自己的方法 所以因此你必须在必要的时候 你要学会做一个愚人 来保护自己 这个鸵鸟心态 实际上我们对鸵鸟的误解 就是如果说你不仔细去研究的话 你就会以为说他是一个逃避现实的一个 实际上他完全没有逃避现实 他在观察 他在养肌蓄锐 因为他刚才狂奔之后 心跳加速 体温升高等等 如果继续跑可能虚脱 而且他已经跑在前面 人家在远远在落后 同样的别人也近了 他的敌人也近了极大力量在跑 跑到气喘虚虚 心跳加快 流汗体温上升等等 人家也不适于战斗 然后他这个时候他养肌蓄锐 等到你进来的时候 他逃不掉的时候 转身过来一脚就可以把你踢死 鸵鸟的那个大腿有这么粗 比人的大腿粗了大概三倍 各位如果你看过鸵鸟你就知道 一个鸵鸟蛋有这么大 跟篮球那么大 以上跟各位分享 很多事情你如果说不仔细分析的话 你就以为是以讹传讹 就是相信那个 实际上有很多东西是有合理解释的 以上跟各位分享 谢谢